我来自美国的伊勒诺伊州 我是苏州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演奏员 我是2015年来到中国 2017年来到苏州加入这个乐团 所以现在在这边多三年了 然后觉得在这边生活得很开心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大学刚刚毕业 有一个中国的朋友 就是邀请我过来 我读书的时候是读音乐的 学习低音提琴 我就觉得毕竟到了这个地方 我可以试一下考这个面试 然后就考上了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观众 特别的了解交响乐团的一个音乐会 是怎么去享受这个 让我很惊讶的就是现在 就是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是可能是因为很多观众 是来过好多次 参加过我们的一些活动 然后去更顺客的去了解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感觉 非常的投入我们的这个音乐会 我在这个乐团就是待了三年 然后觉得乐团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有许多变化 所以我觉得目前在这边 继续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可以更好的 把另一些国家的一些 艺术的产品 带过这边来的同时 也把中国的也可以传到国外去 我就会觉得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 感谢观看